23号凌晨零点,杭州湾跨海大桥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发现,有一个人在桥上行走,拉近摄像头一看,是一名身穿黑色外套的大妈。大桥排帐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处置。为了防止意外,工作人员迅速翻过大桥中央护栏,来到大妈身边。大妈说,自己在大桥上散散心,不用管她。随后,高速交警赶到了。 原来大妈姓张河南人,原本和丈夫一起跑货运,因为一点琐事,夫妻俩吵了起来,一气之下,大妈下了车,想去找在宁波的儿子。 高速交警告诉她,大桥有40公里长,大妈一听后悔了,乖乖上了警车。 她是人不是人,你说吧? 那我跟你说,不管她是人不是人,对吧?那你老公手机要吗,你知不知道? 我才来了,你干嘛。 不管你理不理,你手机要吗,知不知道? 经过一路的劝导,张大妈在杭州湾新区边防派出所和丈夫和好了。 但民警还是对他们的行为提出了批评。 你一个上高速好,现在人,多少人要上来? 我们也上来,现在特警也要上来,人家也还在路边陪着你吹着风,人家也冷得要到半夜的。 要把把哄清眼综合报道。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